小熊 嗨大家好 我是小熊 各位還記得之前我的這個商品嗎 就是 Quick Charge 2.0的一個切換器 然後 可以一般工廠用的嘛 但是大部分 很多工廠他們有自己的 測試的自聚的機構 那或許 他們就不需要 這麼大的一個盒子 那他們就只是需要一個 這個電路板而已 那功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這個電路板上面就是已經做了三顆按鈕 然後呢 本身就有接了這個 電壓電流錶 OK 然後這邊是可以讓你去接你的 負載 那我現在是用隨機電阻來當作我的負載 好 那我現在接的充電器呢 是我買手機的時候送的 那有支援 QTRAGE 2.0跟3.0的功能 好 那麼 這些按鈕呢 跟LED呢 可以從旁邊這些 就是空的腳位拉出去 接到你的機構 你可能有個大型的機構 然後 你都要測試的板子可能放在上面 然後用一個壓合起來之後 你的字句上面可能有其他按鈕 那你就可以外接 非常的方便 那至於 這個電錶呢 它就只是可以讓你們大概簡單看一下 那精確度一定沒辦法跟我們 外接三用電錶 或專用的電錶比 那沒關係 至於這個電錶你要不要加購 是都可以 那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就不會有這兩條線 跟這三條線 接給這個電錶的 那你要量測電壓 然後跟電錶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邊的IO直接拉出去 拉到你要接的設備上面 那麼 它的開關呢 在這邊 那我現在是 透過我的USB供電給這個板子 那你可以選擇透過USB供電 或者是另外接這個DC 變壓器供電 那這個DC變壓器呢 這邊有寫支援5V到24V 那你最好是接 就是在這個電壓支鍵 OK 那你如果是要用DC的話 你這個跳線PIN呢 就要接到左邊這邊來 當然你這些 都可以外接成開關 這是都可以讓你選擇的 現在是5V的嘛 那我切到9V 然後12V 現在這個切換呢 是透過這個USB線 再跟我的那個 USB充電器來溝通 好 那這時候呢 就接到 所以你要什麼電壓 你就按什麼樣的電壓 像我要9V 我要12V 我要9V OK OK 好 那這時候如果 接上我們的負載 那這邊就顯示 現在這個負載呢 吃了0.1A 3V 9V的時候 0.32V 12V 0.48V OK 好 那如果今天呢 呃 我是透過 這個 DC來供電 那這時候呢 我拔掉我的USB線 這個不好拿 當我拔掉USB線的時候 這三顆燈就會亮起來了 OK 那這三顆燈亮起來的代表 就是你現在USB並沒有插入 所以當我的USB插入了之後呢 好 那個燈才會變成一個紅色 那你這時候才可以切換 所以我今天切到12V的時候 好 你要換到下一組代測的快充設備的時候呢 你就把這個 拔掉 你也不需要按什麼 那它就會自動 發現你這個USB線已經移除 三顆燈亮起來 所以當我插進去 那它就會去偵測 當然如果你今天 不是透過這個DC供電 你是透過USB供電 你拔掉就整個都沒電了嘛 那就 當然它就屬於灌機的狀態 像是這樣 現在是剛開機嘛 那它偵測到USB有電 那如果今天拔掉USB 整個燈就沒電了 OK 這個產品呢就是這樣一塊板子 那這個 雙鏢頭的 兩側的設備呢就選購 OK 然後 這個接頭上是一組的 然後可以讓各位去 拉線出來 接到你的負載上面 來測試 好 這樣子就是一個 產品 那如果各位有需求呢 可以到我的露天賣場去看看 好 那以上呢 如果各位覺得我的影片不錯呢 記得幫我的影片點個喜歡 like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喔 謝謝各位的觀看